2020年呢,大陆有关方面向台湾方面是通报了28批次的台湾地区波罗不合格的情况,提醒台湾方面要加强源头的管控。 遗憾的是,不合格的情况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,台湾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回复。 那经过风险评估,台湾地区波罗传代植物疫情的风险很高。 为了防范植物疫情传入,保护大陆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,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,有关方面暂停台湾地区波罗输入。 这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,科学合理。